大家好 今天呢我看到中国那边的一篇评论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一会儿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评论讨论的是台湾的最新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显示呢 蔡英文的支持率呢非常高 所以呢大陆的网民看完以后呢 全都傻眼了 他们觉得见鬼了 蔡英文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呢 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民调呀 肯定是造假了 按照大陆网友的想法呢 就是台湾民众呀 都是欣赏祖国 呼唤着两岸统一的 那么蔡英文这样一个被中共贴上台独标签的总统 怎么还用这么多人支持呢 所以他们怀疑这个调研是假的 那么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啊 这个调研的出处呢 是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27号所做的6月最新民调的显示 这里头呢 有高达54.5%的民众 满意蔡英文的失证 有42.2%的不满意 可以说这个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你像美国的话 这个失证满意度能超过50% 那已经是很高了 就是前一阵拜登的这个失证满意度 好像是46%左右吧 都认为是很高了 但是到现在呢 由于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 特别是这个油价涨到天上去了 所以最新的调研报告显示呢 拜登的这个失证满意度呀 已经跌到了37%嘛 38% 反正是已经跌过了40%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民众对蔡英文的支持率还是挺高的 另外这个调研报告呢 还表现出呢 对这个苏贞昌的整体失证表现呢 也是有提高的 现在呢 这个民众的满意度呢 达到了46.8% 然后不满意度呢 是46.1%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民众对民进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啊 这个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可能对民进党的这个认可度呢 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篇稿子底下的讨论呢 里面可以说有一多半人呢 是对这个调研的真实性呢 提出了质疑 觉得蔡英文咋可能有那么高的满意度 因为按他们来看呢 这个蔡英文呢 也没有标榜自己是英明领袖嘛 这个民进党呢 也没有被标榜成是光荣伟大正确嘛 像这样一种低调的政党 咋能干出那么好的成绩呢 咋会有那么多老板人满意呢 他们完全没法理解台湾这种政治生态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大陆很多人呢 实际对台湾是不了解的 他们看到的这个台湾的信息啊 都是中共宣传的 甚至是中共收买了一些台间宣传的 你比方说像黄安这样的人 像这个台湾表妹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把台湾呢 描述的那种很一般 甚至是非常不好 他们把台湾的这种两党竞争的政治生态呢 比如说是搞文革 就是两党的这种竞争呀 就是一种内耗 这样的话 它咋能发展呢 你看我们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样呢 才会有发展嘛 对吧 所以这些五毛粉红啊 他们首先不能理解民主 那么在这个之下呢 他们更没法理解台湾 他们觉得台湾啊 应该跟我们一样 我们怎么搞 他们就应该怎么搞嘛 我们中国你看搞得多好 台湾它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模式 它怎么能搞好呢 很多人是这种看法 甚至很多人认为呢 蔡英文总统对中共的这种态度呢 就是鸡蛋碰石头 就是要把台湾人民引入那种灾难 很多人是这样一种看法 他们根本不了解台湾的民主 甚至是台湾老百姓的民生呢 已经到了哪一步 他们现在是根本没法理解的 这两天中共这边呢 又开始找台湾的毛病了 就是说不进口台湾的这个石斑鱼吧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边搞那些小动作啊 很没有意思 你就是把台湾的石斑鱼进了 那一共才能有多少吗 有什么意思呢 反而是觉得你非常小家子气 双方一旦正线不合 你就举起这个经济制裁的大棒 你看这几年吧 两岸的这个关系紧张以后 先是把到台湾的自由行给停了 然后去年又开始停台湾的这个农产品 主要是这个凤伟鲤吧 到今年呢又停止进口这个石斑鱼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你本来政治上头有分歧 那么我们可以慢慢的谈嘛 你只要拿出真诚的态度 我相信台湾政府呢 也是愿意跟大陆谈的 但是你一天喊着要无讨 要留岛不留人 又说台湾海峡是你的 然后整天搞什么军机绕台 那么这样别人怎么能放下心跟你谈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一搞 那么台商也从大陆开始撤了嘛 然后台湾再给你不供芯片了 你是不是损失比台湾更大 这个政府施政做得好不好呢 老百姓的感觉是最清楚的 你只要这个国家的新闻媒体是开放的 允许老百姓自由发言 那么老百姓的这种感受就能真实的表现出来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那边是老百姓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中共你是控制着舆论呀 这种不满意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 所以呢让有些人呢 觉得中国的情况还很不错 况且你常年这种洗脑呢 觉得你中共就是伟光阵 实际的名声呢 已经是非常不好了 我相信你要是把这个媒体放开啊 让老百姓自由发声 那么你中共的声音呢 绝对是盖不过老百姓的声音的 你这个共产党的世界 老百姓满意不满意 可能才有一个答案 那么现在你自己调研你自己 你一说都是老百姓对中共执政的满意 都是98% 那么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媒体都放开了 允许别人自由的去调研 那么你再看看那个调研结果是多少 所以台湾这种调研结果啊 我一直都认为它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它的媒体首先是开放的 如果这个调研结果水分太大 那么那些在野党也是眼睛盯着的嘛 别的媒体也会发声来反驳你的嘛 另外我们从蔡英文总统这几年的执政里来看啊 他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 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对照表嘛 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这个财政基本上都是负数 但是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个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基本上都是正数 从这个2017年财政就开始有盈余了 我看这个统计是盈余了25亿元 然后从18年开始呢 就是盈余了1109亿元 然后以后每年呢都是1000多亿元 到了2021年呢盈余了2971亿元 这个你一对照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这么几年呢 还是做出了很多成绩的 所以老百姓才会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满意嘛 这个不是说人在这湖边的 我们拿这个结果 就拿这个财政的盈余来看嘛 就是你满英九执政的时候 你这个财政老是没有钱 那么你给老百姓办的事情就少了 那么这个蔡英文执政以后呢 这个政府老有结余 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钱 给老百姓干更多的事情嘛 所以老百姓才会支持他嘛 另外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呢 介绍过这个台湾的福利啊 当然我说的也是不全面的啊 但是我们从这个教育跟医疗就能看出来 这个实际已经是减轻了很多人的负担 我们反观大陆那边呢 可能你一辈子是攒了一点钱 但是你一场大病就把你的钱花完了 这个移病之贫啊 在大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另外呢还有这个教育的开支 也是足连加大 这两项台湾人家解决的就很好 另外今天我再说一下台湾这个老农基金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 在中国呀 农民啊 可以说是一种贫困的代名词 现在中国有六亿多农民 我认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 然后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福利吧 就是劳力以后这个老年人好像能一个月领一百多块钱吧 好像就是这样的 但是台湾的这个老农今天呢 确实很好 这个可以说解决了农民的养老问题 我看这个介绍是 一个农民如果从45岁开始交农保 农民只需每月缴保费93台币 折合人民币22块钱 满20年满65岁 每月可以领到5500元人民币 如果30岁开始交农保 35年满65岁 每月可以领到8500元人民币 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农民退休金 那么如果说每个月能领到5500元的人民币 那么在台湾那样一个地方 应该生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一粮这块台湾基本上是免费的嘛 那么这样的话 农民这个群体就是很有保障的 我经常就说呀 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呢 你不要看那个富人有多少钱 富人到哪去她都能过得很好 我们就要看这个国家对穷人的照顾有多少 那么像台湾对农民的这个福利 我觉得人家就是做得很好 你提高了老百姓的福祉 那么老百姓怎么会对你不满意呢 所以啊 我觉得这些五毛粉红呀 你就上网搜搜台湾的一些情况 看看台湾老百姓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 对不对 假如说人家对人家这个政府非常满意 而且人家整个的获得感 远远的高于你这个大陆的老百姓 那么人家怎么会盼望你过去统一别人呢 特别是这个稿子里下的评论 大概有几千条 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负面的评论 有的人甚至口出狂言 说满意不满意都无所谓了 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 所以这种人呢都是非常无知的人 同样呢里面也有一些人呢 是比较清醒的 就是说据他们了解呢 这个情况呢应该是真的 要不然的话这个蔡英文也不能当选 但是呢这一类肯定的声音呢 是少数就是百分之十几 所以我今天出这个节目呢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大陆观众呢 能看到 那么如果他们对台湾的情况不了解 我希望他们上网都去查一查 或者咱们的留言区底下呢 也有很多台湾粉丝嘛 你们可以问问台湾粉丝嘛 台湾人到底对蔡英文政府满意不满意吗 或者你们也能跟底下的台湾粉丝交流嘛 看看人家台湾人愿不愿意跟你统一嘛 好吧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谢谢